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浙江卫视看到全新一季的中国好声音 中国好声音2020了 这一块浙江卫视已经拍出来了9年的金字招牌 似乎每一次都能够给全国各地的音乐爱好者们不一样的惊喜 每一次中国好声音的到来都是选手和观众们 透过音乐的一次又一次的心灵交流 灵魂沟通 今年的导师阵容似乎变得了更加的多元化 无论是全能音乐人李荣浩还是现代舞台皇后李雨春 都在流行音乐方面有着不同领域的造诣 而西平峰的摇滚和李健的民谣 更是在对应的音乐领域里边有所建树 这一次的阵容似乎是给了选手们更多的选择空间 能够找到那一位最适合自己的导师 而这一次中国好声音2020更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打开了这个节目 四位导师轮番上场上演其他的导师的经典曲目 选曲本身就是经典之作 再加上导师们自己对音乐的独到见解 更是给这些经典的作品刻上了自己的印记 创造出了一首更有味道的作品 那就让我们看一下这四首加舞到新元素的开场作品吧 那首只属于李荣浩的《1999》 四位导师第一位上场的是全能音乐人李荣浩 之所以称李荣浩为全能音乐人是因为 他甚至是可以凭借着一人之力来制作出一首完整的作品 除此之外他还精通很多乐器 他更是早在自己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写吉他胶材 而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这样通过一系列的字学 李荣浩把自己的人生从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这一次的李荣浩用他最擅长的都市流行 重新打开了谢霆锋的成名作《谢谢你的爱1999》 在李荣浩的《1999》里 没有年轻人狂热的摇滚 有的只是那种都市人里边的那种无奈和落寞 相比于《热血澎湃》的原装《谢谢你的爱1999》 李荣浩的《1999》是安静的 是寂寞的 是独自倾诉的 是专属于李荣浩的《1999》 流行摇滚重新定义传奇 第二位上场的导师是香港乐坛的摇滚巨星谢霆锋 不知道的人可能会只会认为谢霆锋只是一个厨艺不凡的厨师 可是那个年代的谢霆锋几乎可以说是红毙了整个香港 这位出生于演于世家的男人 似乎一出生就注定了不平凡 跨越影视歌三夕的他 无论是在哪个领域 几乎都可以说是拿奖拿到手软 网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来描述谢霆锋 不会做饭的演员不是好歌手 纵观谢霆锋的这几十年 几乎可以是做什么就像什么 演员歌手厨师都做过了 也都有了不错的成绩 可是在他的心里音乐永远都是他的最爱 这一次重新踏入中国好声音的舞台的谢霆锋 带来的也是他最喜欢的摇滚 李健的传奇作为经久不衰的情歌 抒情的旋律早已经深入人心 但这次谢霆锋的到来却重新定义了这一首传奇 他在里面融入了很多的摇滚元素 最明显的就是里面的古典 极具节奏感的演绎 简直就是刷新了所有观众对于传奇的认知 原来传奇竟然可以这样唱 用意高人胆大来描述这一首新传奇 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满载民风的漂浮地铁 第三个登场的导师是有着音乐诗人之称的李健 作为一位音乐诗人 李健的作品里面有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气质 大有一种富有诗书气自华的感觉 每次听到他的作品都会浮想连篇 沉浸在一个充满如诗如画的音乐世界里 除此之外李健的民谣唱起来也很有感觉 最出名的可能就是那一首贝加尔湖畔了 一首贝加尔湖畔的背后充满的是无数人对他的遐想 再次登上中国好声音舞台的李健 承载的是那一辆满载民风的漂浮地铁 这首漂浮地铁作为绿春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里面充满了很多人的情怀 经过李健的演绎之后 这一辆漂浮地铁除了满载情怀之外 还多了很多的风情 要是想要感受这一股民风 那就登上这一辆别样的漂浮地铁吧 当高冷遇上要我怎么办 最后登场的导师是有着舞台皇后之称的李雨春 作为最早一批内地选秀出来的歌手 李雨春的人生似乎也因为那一个音乐舞台而被改变 而她也在后面的这十几年里 一步一步的成为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歌手 现在她的音乐不仅仅是走出了中国 走出了亚洲 甚至还走向了整个世界 这样的人生几乎可以说是 每一位爱音乐的女生的梦想 第一次登上中国好声音舞台的李雨春 似乎对所有的流程不太了解 但是也从种种的细节之中看到 李雨春正在很努力地融入到这个节目里面 这一次她演唱的是李荣浩2020年的新单曲之一 《要我怎么办》 这首作品里一共就由9个字重复出现构成的 可以说是很有特色的一首作品 但是在李雨春的演绎之下 一种高冷的气息就融入到了这首作品里 似乎这一首《要我怎么办》 经过了这样一番的演绎之后更有味道了 四位导师的演出可以说是无比的劲爆 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呢 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对于观众们来说呢 那又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了 从1999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到2003李健的《传奇》 再到2007李雨春的《漂浮地铁》 最后到2020李荣浩的《要我怎么办》 四首歌的演绎不仅是一场完美的演出 它更像是一个时代的交替 不同年代的音乐人总是有着自己的专注和坚守 而音乐也本该如此 用每个人的不同造就一个签字摆它的音乐世界 而这就是音乐的美丽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